欢迎来到元朗球迷TV 很高兴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元朗很年轻的球员李海轩 大家好,我是李海轩 对了,李海轩 相信很多朋友其实都对李海轩有很多问题 我自己都给李海轩说一说他自己本身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 本身是踢开防中的,但是通常U队的教练 哪里不够人就放下去踢 其实每个位置都可以踢到 但是到今季,嘉Sir就放在左翼的位置 左翼的位置你觉得发挥又怎样呢? 一开始不太习惯,但是踢一踢一踢一踢 一开始习惯到怎样去踢 可以发挥到自己个人人力 你是右腰的人吗? 右腰 其实看你的踢球风格 我看你也是比较喜欢扭的风格 因为嘉Sir会叫我尝试多些一踢一去个人 做突破一点,所以要做多些突破 其实速度方面呢?你觉得如何? 速度方面都不算很高 可以靠个人技巧 现在就打成季了 其实在这季内 你觉得这个经历是怎样呢? 这个经历 很惊喜 如果开始跑 给人测试 自己是跑最差的那个 因为有三个月使用 其实都没有被人叮走 然后去到现在 可以踢捉90 觉得自己很好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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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11人说到 7人说到 很惊喜 你也在这个赛国里面 也射入了一球 多为几美的入球 虽然结果就比较可惜 入了一球之后 都想去慶祝 但是MOSA我那时候 又拉着我脚 不要去慶祝 去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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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機會入球 還有現在醫生裏面,教授會叫我 你跑多一點就會入球入球 說我整個比賽時都差一點就入球 很多次的機會都差一點 他那場就叫我跑多一點就會入球 誰知就真的入球了 郭格勒,這位教練來說 對比起你以前的教練,不同之處在哪裏? 很容易說,他會在場邊叫 又會逐個詳細地教,很仔細 身體位置都會教得很仔細 而且他不會放棄一個人 那助教呢? 養Sir呢? 養Sir就是沒有郭格勒那麼容易血 但是他都會在旁邊幫忙 做到他最大的能力做到的事 那教練和這個助教都說完了 那麼球迷方面又怎樣看呢? 最多的球迷就想知道 其實球員你對球迷有什麼感受 每一場都會來支持,打鼓 還有去唱的首歌真的覺得很開心 有一班人去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入球全部都會一起衝出去慶祝 還有加爾瑟都會叫球迷一起打氣 為我們博獎 好,我們現在轉入球迷的時間 Albert問你有沒有覺得越來越大壓力呢? 越來越大壓力也有 因為周圍的期望都會越來越大 所以利用自己的力打壓力 想做到每個人期望的事 那有沒有定下的目標 即什麼時候可以入到這個大趕腳 小趕腳先 小趕腳先 其實也會想多點 欠了一個正船才再想這些 Jerry就問 你覺得我們元朗隊最需要是哪幾樣呢? 理念,為了年輕球的理念 球迷的支持,這些都是求到需要的東西 我們去輕鬆一點的話題 Brian問,球隊裏面誰射球是最漂亮的呢? 射球最漂亮? 比賽來說是陳廣豪,像是世界球 但練球時也有很多入球 Bobby,因為Bobby練了很久都是抗死的位置 所以去到那個位置就要入差不多七八成人 七八成? 唉呀 幾年我可以走 Michael問,第一次在廣超上陣有什麼感覺呢? 一開始上陣,是海景第一次上陣 最後八十多分鐘 之後,我一開始上陣很緊張 我每天不停地跑 誰知道一開始跑盡了,但是懵得起 然後就慢慢去第二次第三次上陣 就開始找到一個節奏 不過都是拿得不夠盡的那些節奏 我也同意了,其實第一波和做事都是一樣 都是要經驗時間累積 越來越成熟 還有你覺得自己在職業賽中有什麼不足呢? 體能上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還有技術方面,就是那些經驗 應該在哪個位置就要傳播那些都不夠好 不夠好 那我們買一買狗體本地球的人都知道的問題 你覺得自己的踢球方格像誰呢? 像誰呢? 不知道,我沒什麼看過 但是我想學夏薩特 夏薩特? 對 因為他的球員很好 可以做他這樣 維持了一波都不會失去 推斷了很多 那球隊呢? 你最喜歡哪個球隊? 球隊,沒有什麼特別喜歡 我不是經常看球 哦 那阿薩巴就問你這個問題 麵包和理想 現在我更小 麵包還不是最需要 那我追尋自己的理想 希望我博進無悔 我不會有自己後悔 麵包什麼時候上班都可以 但是職業球員不是什麼時候做都可以 嗯,對 要趁年輕的時候做的 那他也有句話給你 穿得9號球衣 好像朗拿刀一樣 有他的風彩 能力對於你來說是不容置疑的 希望看到你的風彩出現到你 那下一個球迷就問 阿薩巴就問了 嗯,對於穆莎和基爾頓離開 有沒有什麼感受呢? 感受呢? 他倆都是很好球 那如果他倆離開 他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有明確有知 想去其他隊 你利用自己進步 或是幫助自己 嗯 似乎去大會也不同 嗯 那其實離隊這些事情 就沒有對錯的 其實就 各個人就有不同的理念 需要感 那就是 那阿廷就問 哪位球員 你覺得是 好像 一個爸爸那樣去管教你 覺得是比較兇的 兇的嗎? 球員來說 法比奧 很多人都有 對我有要求 就是自己做得不好 很多球員就會 說我 怎樣踢得再好些 應該留意些什麼地方 其實那個球員都有 這樣踢的 那其實 其實 法比奧 其實 他的年齡 都可以做到你爸爸那樣小 那你覺得 其實他 對於你的幫助 其實 是不是真的很大 很大 我覺得一開始 跑不到的時候 他都會在隔壁 和我一起跑 我最跑得慢 他 他都會鼓勵一下我 其實 法比奧 叔叔其實 其實他 自己私底下 是不是有很多自己的操練 操練 就不知道 他會提我們 在哪個方面進步 的話 會對那個方面 幫助大表 對自己人後 太多心 那你最愛的某隊友呢 就問你 有多少個女朋友 沒有 只有一個 一個嗎 一個 知道嗎 一個 現在去到季尾 一切都完結 我直接問 你在元朗裏面 是否很開心 很開心 很多 一年青球員 一齊 很多時候都跟 誰又一起加操 不會 練完 都會再練射球 斬下球 那樣 加操 其實 他去到九個小時 都不會趕來的 在天夜 因為 我們 我們煲了三個小時 我們就早一點到 到二三個小時 就去拉一間 醫生 做好自己 進行訓練 進行訓練之後 就會 自己叫我加操 一個人加操 不是練到很多東西 但是 有兩三個人 幫你一場練 的話 就會進步 大一點 嗯 那 球員方面來說 你是 跟誰是最好朋友的呢 有很多 不知道誰是最好朋友的 都會最好朋友的 啊 我看見你們 其實都有一起 打機的那些 對 有時候都玩 譬如阿婷 阿偉仔 比如他們都玩 競速領域 其他就是玩 APEX 還有今晚我都會一起 燒夜市 噢今晚燒夜市 今晚約出來燒夜市 噢 好啊 就是 就說出來 就對我都知道 只有幾個叫我 其他都叫我 一些 嗯 嗯 那 前一陣子 就520 那 你女朋友 有沒有什麼心意感 心意 沒有啊 都是很平淡的 平淡過了 好啊 那 那最後 好啊 你想和我們元朗球迷 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多些來支持我們元朗 為了元朗博盡 一起幫我們打氣 我們會拿到更加好的成績 嗯 嗯 好啊 那今天的訪問來到這裡 多謝你 好 那今天的元朗球迷 來到這裡 我們會繼續去找更多的球員做訪問 想 保持著關注我們 或者下個禮拜 就會有另一個球員訪問出現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了 拜拜